而新北市的富少张凯维去年底因为酒驾开着宾市的跑车 追撞前方的小货车造成了一死两伤 事后呢张姓男子认错又赔了家属数百万元 台北地院日前依酒驾肇事致死罪判处他两年徒刑可以缓刑五年 被撞的小货车车上其中一个人呢是摔落到七米深的桥下惨死 车上的另外两个人也受了伤 而张姓男子的酒侧值高达1.04毫克 法官考量肇事者已经跟死者家属和解了 而且也赔了数百万 因此判他两年徒刑缓刑五年 同时呢社会服务230个小时 全案还可以上诉